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我們看目前台北股市最終收盤的表現 指數中場小漲了6點 今天台北股市呈現開高走低 這個成交量出現萎縮發展 中場來到10735點 盤中最高是10792 大盤已經連續兩次 今天算第三次 來挑戰10800點的位階 在上週四周 台北股市見到這一波 27年來新高10798.54 那這個高點突破之後 大盤今天反而呈現一個 亮素的發展 結果我們看成交量做觀察 成交量大概創下近8日以來的新低 特別是在今天禮拜一 這個禮拜一做亮素 是比較特別的事情 所以今天禮拜一 台北股市是出現 近至少8天 9天以來 最低量的一個發展 那另外台北股市 今天亮素的原因 主要就是開高走低 那開高走低 但是受到平蓋股的拖累 包括今天紅海的股價 率先是出現開高走低 由紅翻黑 使得整個大盤 在五盤過後的追價的力道 開始顯得相對的比較保守 那因為我們看到 在全值股當中 當然台積電 持續的來挑戰新高 那在台北股市 買股票 不如買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首選 台北股市要買就買最大的 那假如在亞洲股市 公平台北股市要買就買台積電 在亞洲股市 買台股 不如買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更大嘛 公平統一說是日記值又創新高 所以在一個區域更大發展當中 你去買最大市場 那在全球範圍當中 你就買美國股市 公平你懂意思嗎 就是世界第一等人 第一等人上流人買稻窮 第二等人中流人買日金 第三等人 我不能叫下流的人 買台北股市 買台積電 那不入流的人 就連台積電都沒買 公平就是市場上 隨著這個被動期經濟的 不斷的湧入 就變成大者恆大 所以台北股市就買台積電 那亞洲股市就買日本股市 全球範圍當中 就買美國道瓊指數 所以基本上就是 一流人 二流人 三流人 跟不入流人 所以我們看台北股市 很多個股表現 當然不是下流 只是說資金的堆竊當中 公平可以持續做一個掌握 另外我們看今天 除了台積電衝高之外 還有包括聯發科 我們的來賓 譚客也其實幾天都提到 聯發科這一波 在物聯網或相關的 非主流的通訊晶片當中 進行了擴散 其實觀眾朋友看到 聯發科跟聯電 現在都沒有往自成做擴張 都開始往橫向做發展 觀眾朋友 你要記住這個概念 一個是自成的擴張 就是先進技術的開發 成為一個投資的主軸 那另外一個是橫向的變化 就是不往自成的開發進行投資 而把包括28奈米 甚至對於聯發科55奈米的應用面 開始擴大 所以聯發科最近接的訂單 其實不是什麼12奈米 10奈米 7奈米這些事情 是55奈米或45奈米的橫向應用 所以這個半導體產業的變化 我們可能要特別做掌握 我這邊馬上請教專家 是我們現場的知名主持人 譚客也 孫英廷 譚客也我們觀察 因為聯發科這次給台北股市帶來一個典範 就是橫向擴張 不用再用更新的製程來做突破 那包括了聯電 也進行28奈米製程的 多客戶跟多角定的應用擴張 這個怎麼做觀察解讀 聯發科今天又再度要準備挑戰新高了 您在掌握 對 因為今天聯發科 主要是報紙媒體傳出來說 阿里巴巴他要切入所謂的智慧音箱 把單子下給他 那這世光提到 就這些聯自備的個股開始往橫向發展 其實他們是在觀察到一個點 因為我們知道科技的發展 其實是有不連續性的 什麼意思 就是你以為自成一直前進 一直前進 一直前進的時候 說不定哪一天又蹦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就直接把你取代掉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煤炭也是一樣 大家都想要挖煤的時候 忽然之間石油被爆出來 所以科技的過程是有不連續性的 但是你花了大筆的資金 像台積電資本支出 108億美金光一年 所以你看大舉的資金投入一個 認為是線性 連續性的這種產業的話 其實未來的不確定性其實滿高 因為我們知道 未來的發展就剛剛世光提的 開始往橫向擴張 物聯網 車聯網 其實都並不需要過度的一個先進製程 所以這裡的話 當未來的市場在哪裡 難道只有人工運算 人工智慧需要高效製程 其他的都不需要的話 台積電那麼多的先進製程 要賣給誰 其實這是後續要觀察的 其實人工預算 也不需要太高階的製程 官方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事實上我們科技很偉大 手機的通訊晶片或機屏 射屏 這些可能需要高階製程 AI人工智慧聽起來很聰明 可是製程可以很傻瓜 所以延續坦克的講法 就是像之前科達 孔尼卡做軟片的 結果把軟片做到最好 最變數位相機 數位相機直接取代 但也不是數位相機取代 是被手機給取代 整個科達跟孔尼卡 基本上還是被 不是被數位相機給打垮的 是被手機 大家就先拿手機拍照 來打垮的 孔尼卡就是他傻瓜你聰明 所以現在的製程發展 像AI人工智慧 工業 AI的晶片 不見得要很聰明的製程 因為只要傻瓜製程 就可以做出很聰明的晶片 這也是目前整個產業 開始出現變化 所以說事官有提到一點 他說現在未來是軟體 是軟體 或是內容在驅動的一個部分 不再是手機硬體 所以說未來說不定 最後的受益股會是軟體 或是內容開發者 而不是硬體的廠商 有時候我們說 台灣哪有軟體 你跟他們在同樣一個圈圈生活 譬如說像今天爆炸媒體說 聯發科接貨阿里巴巴 類似音箱的訂單 那基本上打入他的生命線 打入他的產業鏈 因為現在是軟體思維 在做一個思考 像蘋概股是純硬體思維 這個就是要大家可能特別留意 好 我們現在回到大盤來觀察 因為大盤今天 導播我們看大盤 因為指數今天是10792最高點 縮盤當然比較低 10735 因為今天又是一個開高走低 所以在高檔的震盪 今天開始做量縮了 因為我們看到 快到月底的摩台結算了 每一次的結算都是個轉折 之前坦克也幫我們帶過 看過這個K線 不管是台子期結算是個轉折 摩台子期結算是個轉折 現在摩台結算 台子結算之後 現在就等到台子期之後 就摩台值了 你能觀察 對 所以可能要等到下禮拜 因為這裡變成說橫盤整理 多風都沒有表態的意味 為什麼 因為剛剛司官幫他點出來 因為鴻海我們看到 其實鴻海今天這根黑棒 等於是上禮拜五去站上季線 有沒有要嘗試站上季線 挑戰季線 對 挑戰季線 但是沒有成功 直接下來 這代表說其實 瓶蓋股特別是在iPhone 8的部分 其實在第三季的季報 都讓人家捏把冷汗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整個瓶蓋股拖累的結果 有可能會造成大盤在這邊橫盤 因為什麼 因為他今天還是撐在那邊 我先覺得鴻海就是林書豪 官方 你知道嗎 因為你跟平蓋 他不是已經傷兵了嗎 不是 你平蓋股就是爛隊 說實在 平蓋股現在就是爛隊 藍網隊已經不是 五年前 八年前的藍網隊 現在藍網隊是個爛隊 那這個爛隊就是 鴻海是個爛隊的主控 官方 因為藍網隊 就是去年是倒數第一名 今年本來說可能第二名 那藍網隊的主控 這跟什麼意思 官方講關心林書豪 最近好可惜 第一次首發就受傷 全季報銷 今年的NBA有一個報銷魔咒 就是滿多的高手 都已經傷兵 所以我們要注意 鴻海第一個他佔的什麼球隊 他是蘋果的爛隊 就是最爛的球隊 然後他是蘋果的主控球員 他的股價就跟林書豪一樣 這個iPhone8一上市就報銷了 現在復原階段 大概又發現球技全技報銷 所以我們平蓋股今年會不會 全技報銷 這個全技是從iPhone8到iPhoneX 所以反過來想 這些錢高檔出來之後 會跑去哪裡 這就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看 事況有提到 像GIS 我們來看6456GIS 當然今天有一點談生 但是我們想 正在談生 有跟他說小漲 小漲 小漲就談生 重點是在於300多塊賣掉的人 這些錢跑去哪裡 他跌100塊張5塊要談生 我應該是說 今天沒有跌就已經談生 因為先前我們這一段認售 跟大家報告到 對 所以基本上 官媒有請看 我說股票 現在進入到10800的一個特別 我的股票只要不跌 阿彌陀佛 感謝阿拉 謝謝上帝 應該是要賺錢 其實賺錢現在變滿難的 賺錢其實有 只是說現在變成是資訊不對稱 就是志工提到 因為現在資訊不對稱的時代 像這個2456的習近平 其實也在公布出來是什麼 財報很好 今天也賺高 可是資錢 誰買的我們就可以觀察 對 很多資訊不對稱 特別是國際集團 其實對於資本市場的市值管理 很有一套 因為我們要用學術 市值管理很有一套 市值管理一般用在一些 其他的產業就是炒股票 觀眾朋友 對待優質產業叫做市值管理 當然這個 因為你資光上禮拜講 張忠謀看的是什麼 就是在看股價的變化 因為所有的經營績效 跟管理的結果都是看股價 對 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其實 大盤百大成交量 我們從成交量來做觀察 今天其實從成交值的一百大 一百大成交金額當中 漲幅第一名的是誰 榮成 榮成是今天成交量 成交金額一百名當中 成交量一百名 我們先做一個條件的篩選 漲幅第一名是榮成 榮成是這幾天下跌之後反彈 這波漲得也滿多的 你看從前面二十幾塊 漲五幾塊 這波拉回破季線之後 今天是出現反彈 漲幅第二名的是長榮 長榮是據傳第三屆財報 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股價也在 這波拉回滿深的 超過兩成以上 這拉回之後 在今天依托的 這應該是半年線 來做反彈 漲幅第三名的是KY真頂 真頂的股價我們來做觀察 所以真頂的股價 這波也是跌得 比較大部分看遠一點點 真頂這波也是拉回 從79塊拉回到59塊 這波反彈今天也不錯 第四名是二十四八的金電 金電今天是成交金額一百名當中的 第四名漲幅 這股價創新高 第五名是智邦 智邦這波也很兇 因為大家對於光鮮的使用量 整個嫌疑方式 智邦以前股價還各位數值 你看這波漲幅也是非常驚人 我們從這個漲幅 因為第一個代量 成交金額前五名 智邦跟金電是創新高 融成跟長榮爭底是跌升反彈 有兩種不同的選股思維 對 因為創新高先講 因為這樣智邦的話 最主要就是在寬頻擴張之後 大家知道100G的一個交換器 就是說頻寬變大之後 你交換器也要跟著變大 最主要是這最近 從9月份開始 外資連續出報告 目標價平平往上看 為什麼其實我們可以觀察 因為公司其實過去跟外資的 關係還滿友好的 另外的話像剛剛提到另外一檔 其實也是同樣邏輯 晶電 晶電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現在全世界都在想辦法 要對付三星 像晶電它旗下的MicroLED 有可能做出來的部分 因為先前傳出來說 蘋果來查查 其實這是未來市 未來市會不會成功明年觀察 但是現在的話 有轉機的結果 股價要先走一波 對 我們看這兩檔是創新高的 另外我們看到跌幅排行的話 今天在百大成交金額當中 第一個跌幅第一名是亞德克 K8亞德克今天股價拉回 比較兇一點點 這股價在盤中一度是大跌了 將近超過5% 但股價漲多做拉回 另外包括逸峰 846是逸峰 逸峰這個股價做得最精彩 為什麼 上下刷席之兇 觀眾朋友你再看遠一點點 這個逸峰一下暴漲一下拉回 一下暴漲又拉回 所以做逸峰要有一點本事 好 另外是台北股市長期的機油股 台達電2308 這股價又破底了 台達電在幹什麼 因為台達電其實傳統的機油股 這波拉回幅度算很深 以過去歷史經驗的β值 來看台達電 其實很難得見到這樣的跌幅 什麼叫β值 跟大盤的聯動關係 過去台達電 其實跟大盤的聯動關係 官方就要做掌握 因為台達電基本上越很穩 大家都知道台達電 鄭總華是好人 公司也是好公司 營運績效也非常好 所以它跟大盤的β值 跟大盤是高度正相關聯動的 但在某些時間點會出現背離 像這一波台達電的β值 變打成負的 就是大盤漲 可是台達電是跌的 而且這跌是滿兇猛的 所以官方可能實際上 追蹤台達電背後代表的故事 另外我們看到 上禮拜很強的望虹 今天股價出現小幅度的一個拉回 創新高之後做小幅的整理 另外包括了巨大 巨大股價也是這一波跌很深 因為全世界 官方最近看了 倒掉的單車電就好多 這個共享單車的產生 已經顛覆了整個自行車業 這是坦哥我們要聊一下 這就是類似那種半導體的邏輯 內容驅動 巨大就是自行車的台積電 的蘋果 類似 然後結果這個轉折 讓整個掛掉 其實大家在乎的是移動 大家在乎的是閱讀 大家在乎的是實用 不再在乎我騎巨大的車 還是騎U-bike的車 所以這個很特別 所以我們看巨大的故事 其實巨大的故事 就可以反映到 就未來像蘋果 而且蘋果也不錯 因為巨大是一個組裝產業 就手機產業 可能會有內容做一個驅動 對 所以我們看 共享單車出來 怎麼會把我們台灣的巨大 跟美大給KO掉 因為整個消費者模式開始改變 那消費者模式 不是巨大跟美大不認真經營 當然巨大老闆很 阿彪很厲害 在最高點退休 說實來話也是跟張總統 官方有注意到 阿彪退休的時候巨大沒跌 可是導播我們看巨大的月線 拉遠一點 來… 阿彪退休的時候 大概什麼時候 觀眾朋友 差不多就是323塊附近 附近 這月線 他退休之後 沒感覺對不對 退休之後跌 為什麼 因為阿彪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張總統的背後是股票 所以這後面的背後 我們再做觀察 好 這樣廣告我們快從權利的角度 來做台北股市明天的掌握